首先要有政見跟政斯文 其次是要清淨於其斯文 那么这个就是正与正业跟正命 他说正与正业正命就好像两只脚一样 双足足是能向前进的 就是你必须要去实践他 你如果不去实践他 那么他没有办法得到 刚刚知道其实你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功能 所以我们说佛法里面 他一定有修行的赤地跟方法 那么你才有办法得到修行的功能 你把这个东西都做了 你才有办法得到修行的功能 所以但是你要先知道怎么做 能够得到什么 这个你要先知道 比如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我想得到什么 我必须要怎么做 那么我这么做 我能够得到什么 会有什么作用 因为这些你要先清楚 你都不清不楚 那你就做了 你要先 人家去哪里就去哪里 可是人家去哪里是要做什么事的 你去哪里是不能做那种事的 那你去哪里做什么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哪里 为什么要去哪里 怎么去 你要来你要得幸福美满 你要深天 你要解脱 你要成我 好 你有个目标 那你必须要知道 你要怎么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去 你为什么要做这一些 做这一些能够成就什么 那怎么做 那怎么修 这才是问题 所以这一些都要理解 这个都是证件 先把这个东西理解了 理解了之后 开始修 其实像无量寿经 他也是这样子的 他先发愿 你要成佛 你为什么要成佛 这个你要先知道 成佛做什么 成佛要怎么修 那开始 因为他很远 他要很久 不容易 所以要先发愿 容易的就不用发愿 容易的就不用发愿 不容易 容易退转 不容易达到 所以才要发愿 那发愿了就要 医院起修 还是要修 还是要醒 好 所以 他说 不但要有两只脚 而且还要是无病的 能走的 你这脚走不了 那也不行 不良于血 那躲不到 所以正见与正思 就像两个眼睛一样 那么眼睛能够 眼睛清楚 能够看见道路 就经刚刚讲 如人永不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这就是这个意思 能够分别 能够知道路什么种 那要先要有明亮的眼睛 越明亮越好 就要有智慧 所以佛法一定把智慧放在地上 就正见 不但要有眼目 而且要目无省意 省意都是病 就是眼睛的病 让眼睛看不见 眼睛有非纹症 这个省意是眼睛有非纹症 这个省是眼睛能够 这个眼睛有病 然后让眼睛视力降低 看不清楚 这个省意 见得正确 就是你的眼睛还要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那你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 那你有眼睛 看得模模糊糊 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的道理模糊糊糊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那这样也没办法 你没有分清楚 应该走这条路了 结果你走哪条路 一开始对 后来就不对 那这个也麻烦 所以要先弄清楚 不论要到什么地方 一定要认清目的地 认识道路 又要一步一步的向前进 所以先要清楚 你要去的是哪里 你为什么要去哪里 去哪里能做什么 先弄清楚 弄清楚了之后 怎么去 怎么去弄清楚了之后 要开始前进 往前走 就是这个嘛 就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有了这两方面的相互铸成 才能到达目的地 一般的行路都如此 一般人要去 去到一个地方 都是这样 何况 你要向解脱 要得到解脱 那一定也是这样 所以你要先了解 所以佛法就讲原型 如是因如是狗 持有故比有 持有故比云 那有的是什么 古的是什么 那是怎么生起来的 为什么 那你先把这些东西了解 那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那宗教不会就是 离苦跟得乐 那有时候是重在离苦 有时候重在得乐 那你要离苦 那你要先理解 苦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你的乐 你的乐是家庭幸福 家庭美满 那家庭美满 你拜一个家庭美满的神 他就让你幸福吗 不是啊 家庭美满 家庭顾美满的意义是什么 家庭美满的意义是什么 家庭是什么 家庭如果有五个人 你的太太 你的父阿爸 你的妈妈 你的女儿 你的儿子 你的父阿爸 这五个人要幸福 那五个人都是因 那彼此要人沟通 那一样啊 要合合啊 那基本上 你如果不从这个地方下手 你天天去拜神求佛 让你家庭幸福 那他不是那个因啊 就好像现在世间的人都 去财神庙求财 财神庙的财神 不是你有钱的因啊 你求财 第一个 第一个你要努力工作 你要有技术 然后你要有这些 这一些门路 如果你做生意 你要还有人员 那最重要的 还要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你是赚得了钱 但存不了钱 那福报再差一点的 用了很多工都赚不了钱 福报中等的 用多少力赚多少钱 福报大的 用少少力就赚很多钱 更大的福报 不用用力就有钱 天人 你看天人 失一得一 失十得死 他们过去修很多福报 你看天人在支部吗 没有 你看天人在撞点吗 没有 你看天人有工作吗 他们要上班打卡吗 不用 可是他们为什么都有饭吃 房子住的那么好 衣服穿的那么好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不用工作 就可以过得幸福美满 福报大吗 那福报差一点点 比天人差一点点 像国王 他有那个福报 他接了王会 他也不用用很多心力 他就可以享受很多 那有钱人出生的有钱人家庭 你有福报 那有一些就是你要用 你用少少的力 你就可以得很多 那是你之前还是有些福报 但是福报还不够多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技术 你天生下来声音就很好 靠你的声音就吃一辈子 你天生下来鼻子就很好 你的绵绵鼻子比别人绵绵很多倍 靠你的鼻子就可以吃一辈子 你天生下来就装眼 你看我的装眼就可以吃一辈子 不一定 就看个人 但是你还是要努力才有 那少少的努力就可以得很多 那有一些人努力了很多 都得到少少 那这个是什么 那牵扯到很复杂的音源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有福报 那你还要努力 那所以你要学习很多技术 你还是要努力的 那你还要怎么样 还要节俭 你不可以太浪费 太浪费福报损得很快 那一下子更不久 那你要不是 你的福报不能长久 就是你的福报不够多 那这一些你都要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花了很多钱 去财神庙求财 我告诉你 倒不如你把给财神的钱 拿去帮助贫穷 你还比较容易 以后比较容易有福报 还比较容易真的 你供养财神的钱 你去跟财神求财的钱 你还不如把这些钱 拿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先来给财神的钱 你也不如想贬弃 去财神的钱 所以他這裡講到 就是一定要有新的正確的見解 你要知道因果的道理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樣子 描寫 還有親近的行為 這一部分就是你透過你這些道理 你知道你如是因就如是果 你要得到這個果 你必須要有這個因 去除這個因 那麼你知道了你就會去做 你要解脫 那你必須要什麼 神狗義要親近 要斷除煩惱 斷除煩惱不是說你斷就斷 要先知道什麼 要先薄煩惱 要薄煩惱之前要先控制煩惱 控制煩惱之前要先知道什麼是煩惱 通常會在什麼狀態起煩惱 你要先知道這些 要不然我告訴你 你說誰不想斷煩惱 可是煩惱說斷就斷嗎 你想斷就斷嗎 不是啊 它有方法 有刺定 那你必須要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去做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 否則不管你說修說正 這是絕無實現的可能 道理說得很高 實際上沒有辦法 你不做 你當作在那邊想 當作在那邊做到想自己很親近 不會親近 不會親近 所以 奴在火宅中 這個是在禁錄裡面都有這個名義 就是一個房子裡面 那麼有一個蝦子跟一個脖子 那有一天起火 蝦子不知道從哪裡出去 但是他的腳可以走 但是他看不到你 看不到火在哪裡 火龍哪裡燒 你不做往那裡走 你一定走到紅堆裡面 撞到牆 怎麼樣 被火燒死 這個蝦子 腳不能走的 不了語形的 他知道怎麼走 但是他沒辦法走 所以這兩個必須要怎麼樣 配合 單單有腳也不行 單單有眼睛也不行 兩個配合起來 這個脖子背著這個蝦子 不是 蝦子背著這個脖子 那這個脖子 脖子有眼睛 告訴蝦子往哪裡走 蝦子就只聽著脖子的話 一直往前走 因為他有腳 他腳有力量 可是他眼睛沒有 你就看不見 那脖子眼睛看不見 可是他腳不能走 所以這個是比喻 比喻 有腳 又能走 叫比喻什麼 形跟結 我們叫做形結相應 形結並進 結形並進 有結有形 先要結形並進 然後要結形相應 要結形相應 要形結相應 一般都是形結相應 結形並進之後 你所做的 就是 你做到的就是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你就去做 做到了就是你知道的 這樣就形結相應 所以他這裡就是 就是像在火宅裡面 房子失火 蝦子跟脖子 蝦子有腳 脖子有眼睛 那麼如果不肯合作 或者是蝦子或脖子一個人 不能脫離火宅的災患 就沒有辦法 那麼最重要的是 比較沒有政見 大師父裡面講到 他是說 眾生常為苦 而慘行苦 如盲人求好道 反過生根 眾生常為苦 一般的人都是這樣 要離苦 可是你看他的行為 他偏偏就是讓自己受苦的 行為就是讓自己受苦的 那公司人就是這樣 他是要求福報的 可是要修功德的 你看他的行為 一朝二夜的 他的行為跟他的目的不相符合 他希望得到這樣 可是他做的卻是背道而馳的 眾生常為苦 他不想受苦 可是他做的卻是讓他會受苦的 他所做的其實是會讓他受苦的 可是他是不想受苦的 他做的是 他以為這樣做可以讓他離苦 其實反而讓他受苦 他說 如盲人求好道 反過生根 你們不是他道理的人 然後走著走著就掉入坑裡面 一天前面有坑 反過生根 那你看看世間人也都是這樣 他想要獲得好的 結果他做的其實正是會讓他不好的 舉個例來講 殺生即死 印度也很多 佛統也正對這點拿出來講 你殺生即死要求福報 反而因為你殺生 你祭神 神也沒有吃 祭天 天也不吃這個 但是你卻自以為 殺生即神 神會給你福報 結果神給不了你福報 你反而因為殺生而怎麼樣 而造殺罪 而得了夜報 所以在那邊講 福無戒指 罪無虛擬 福沒有戒指一顆蛋 根本就沒有 罪是累積的像虛擬山那麼大 而不偿失 就背道而起 世間人也是這樣 誰不想幸福美滿 都要幸福美滿啊 可是你的幸福美滿 卻建立在自私自立 只要求你自家幸福 你不管別人什麼 你這樣去求幸福 反而不能幸福 反而不能幸福啊 你想求富貴 那用盡心機 用盡手段 想辦法偷拐搶遍別人的錢 你是富有了 可是富有不長久 反而貧窮 後來五家共有 你的夜線前啊 你這些一下子就散掉了 沒有 反而讓自己受苦 反而讓自己貧窮 這就是什麼 你不懂那個道理 你餵苦 你要離苦 可是你的行為恰恰讓你受苦 從你的行為感 從因果讓你講 你的行為 反而要像你想要身體健康 那你怎麼樣 殺生 這個補什麼 這個補腦 這個補什麼 補什麼 補什麼 殺取動物 讓人家痛苦 然後來想要補身體 結果殺夜 短命多病 短命多病 反而怎麼樣 反而讓你 你本來想長壽 你之所以吃這麼多 殺生 新鮮的 要活魚 這一些新鮮的 你就是為了求健康 為了要得長壽 結果這樣的行為 反而讓你短命多病 那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那你自私自利 搶取好狗 欺拐牆 偷拐牆 搶遍 就是讓別人 把口袋裡的錢 淘到你這裡來 用盡手段 結果這樣的行為 反而讓你貧窮被盡 反而讓你貧窮被盡 所以你很多人 就是餵苦 可是你看他的行為 偏偏就是什麼 偏偏就是會讓他受苦 他想求解脫 可是他的修行 是不能解脫的 他這樣的修行 最常見的就是 要往生幾個世界的 我們說過 往生的因你都沒弄清楚 你以為該條往生背 就能往生 你以為念往生之後 此時往生就能往生 你以為一直念我 一心不亂就能往生 我告訴你不行 他已經跟你講 往生的條件是這樣做 那你沒有弄清楚 你就一直只是這樣做 就覺得就可以往生了 結果不能往生 死了之才知道不能往生 那多遠往 那一灌到了都要生到 生到那個無神老母那裡 根本就沒有無神老母 他有一個叫做什麼 什麼天 根本就沒有 這佛頭在阿安靜裡面 跟你講 共產佛羅門 念這個就可以生到哪天 你真的有嗎 沒有 不可能 那沒有這個 那你都不清楚 不清楚不理解 你認為這樣就可以解脫了 禪中有很多都不理解 他只是一個話頭 三端端就可以解脫 沒有 你行為 他也要有 你要有相對應的 你不單單只是這樣 一句話頭就能解脫 不是 一句佛號就能往生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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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大多數的人不理解這個道理 人羞聲哩 那 如果你只是不斷地研究道理 這宗觀為世如來一丈 阿比達摩 一直研究道理 可是 你沒有實際上去觀 去修 去讓自己的身口運清淨 也沒有用 也是不能解脫 可是懂道理就可以了 沒有啊 你道理講得那麼好 結果 稍微人家不如你的意 這個罵 這個那個罵 那撐恨心 越然就表現出來了 毫不掩飾就表現出來了 哪有可能 那你的觀念 又邪見 那就更不可能了 你的是正見 可是 你說得頭頭是道 可是你不說的時候 你不說 觸觸生 那哪有可能 那也沒辦法 那這個也很常見 就是 人家稍微對不起你 一點都不原諒你 然後是 你這個 講的是道理 可是你做的 不是道理 就是道理還有道德 就是啊 佛法的道 就三部分 三部分 那我們講道 不管是解脫道 佛道 升天道 道理 道德 道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你要有正見 你要有親近的行為 你要有知道這個方法 怎麼去做 他有一個次定 那這三個完備的 他才是道理 你只有道理 沒有道德 那你道理跟道德 這個道理他有個次定啊 他有這個道路 是怎麼樣狡備你的道德 那麼正德你所說的道理 他有一個方法 那這個你沒有不理解 道路不清楚 道德不具足 道理不明白 我告訴你 你就沒有辦法 那很多很少 一般的人要修道 那麼都不明白這個道理 不知道你要具備些什麼 你要擁有些什麼 你要第一步要怎麼做 第二步要怎麼做 有一些不是不能列等 不能缺少的 就是說你必須要經過這個階段 你才能夠到達下一個階段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去除這些東西 你才能夠擁有什麼東西 它是有一定的東西 有一定的理則在的 他不是說 那因為我比較虔誠 因為我比較專注 所以我可以省略掉 你必須要有什麼東西 不是的 不可以的 那這些你都要明白 好 所以這裡講的其實就是行解相應 那解形並重或知形合一 在底下就是要精進 那麼所有的法都要透過精進 你放育現在 你即使知道你也做不到 而且他要堅持 永穩心溢發 橫藏心難起 所以你還要必須要很努力的 然後精進不是那種很躁動的 那種好高路也不是 就是穩定的一步一步的往前 好 現在來看 正勤騙策發 因為前面講什麼 前面講正見正思維 像眼睛 正女正業正命 像什麼 像腳 那當然還有正念正定 心很專注 那先來講正經性 正請騙策發 由念得正定 依定起正位 會成得解脫 那怎麼得解脫 這裡是三聖共法 三聖共法的最究竟就是得解脫 正阿羅漢 就是出三界 我們說佛法就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先離三樂道 第一個先離三樂道 第二個離譽 第三個離三界 從三聖共法來講 第一個要先離三樂道 這個是基礎 你如果 那麼 就是 你如果在三樂道裡面 那你是不可能修寫的 因為它有報障 果報障它就是沒辦法 不可能得解脫 它就是受苦的 那講 如果講詳細一點 就不是三土八難 叫做三土 不是三樂道而已 而是三土八難 三土就是三樂道 三土八難 八難就是 你即使不在三樂道裡面 但是你也學不了佛 學不成佛 就是不能遇到佛法 所以要先離開這裡 就是學佛要先 站在一個穩定的平台上 基礎上 第二個 要離欲 因為欲界 欲界的束縛比較重 所以要離欲 欲之欲界 欲界的煩惱 欲界的煩惱 欲界的煩惱是五欲 它最重的是 欲界的煩惱 欲就是欲界煩惱 離欲界的煩惱 欲界煩惱最明顯的 是承認心 是承心 所以要先調補身心 然後容易引起過患的 就是欲望比較重的 就是第一個 基本上是淫慾心 男女慾 還有飲食 那飲食的過患沒那麼重 但是還是有 那主要就是 承認心跟淫慾 那所以 這兩個要先調補 那 然後五欲 之後就是五欲 色身相位處 色身相位處 之後 離欲 離欲必須要透過 第一個 你如你的觀照 第二個就是 你要正念正定 你看 禪定 它是色戒的 色戒的心 它有調補欲界 所以 其實你要先離欲才能得禪定 禪定 禪定也可以 也可以 調補 五欲 那五欲不起 叫欲界的煩惱不起 因為它在色戒 那第三個 這個就必須 我們講 要正念正念 才有辦法 當然 也要智慧 但主要就是慢慢 第三個就是 這個欲界而已 還要透過正念正定 然後引發智慧 斷煩惱 離三界 就是初生醒了 這個就是得解脫了 但是基本上我們初分 初分大概就是先離三二道 現在你是冷你就不在三二道 可是你要防止會過入三二道 你現在不在三道 你現在已經這個是已經成就模 但是我們說過我們要預防 預防我們會過入三二道 因為你現在還有成就啊 你現在還 你現在不在三二道 那三二道要學否的不行 所以你要防止過入三二道 預防你會過入三二道 這是第一個要做的 所以這個要什麼 要戒 至少要五戒 那如果要八難也要沒有 那要八怪才戒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你要持五戒 預防 這一生我如果沒有解脫 因為你這一生 你不一定可以得解脫 這一生如果我沒有解脫 我下一生 還可以來繼續修 那如果你這一生沒解脫 結果就過三二道去 你不要說下一生 你要經過幾百生幾千生 你都還不知道能不能修 那這樣就麻煩了 這樣就麻煩了 你要參加 你看那個人家那個參加比賽的 都要防止什麼 防止受傷 你要參加賽跑 你要好好的保護你這之前 你參加賽跑 結果你明天要參加奧運 結果你還沒參加 你這個腳被人家打架摔斷了 然後騎車什麼摔斷 你就不能參加了 不是這一次不能參加 如果腿完全斷掉了 一輩子都參加不了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防止你落三二道 這也要持戒 然後你基本上 這個是你不在三二道 你現在不在三二道 可是你沒有可能落三二道 那一落三二道 那是幾百生幾千生的事 所以你要防止 然後你現在在運階 所以你一定有運階的煩惱 你一定有運階的煩惱 那這些運階的煩惱 也會障礙你 這個是煩惱障 它會障礙你 所以你必須要去除這些煩惱 這些煩惱 所以你要淋慾 淋慾輕輕 之後你在三界內 你現在在三界內 但是你即使靈異升到色無色見 你還是在三界內 你還是會從色無色見 掉下運階 那運階你還是有可能 掉到三二道去 所以你必須要去進步 要有智慧 引發智慧 這個定就可以靈異 有定就可以靈異 有戒可以離三二道 但是必須要有慧 才能離三界 其實是這樣 這是重點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 那這三個 戒定慧 其實是戒定慧 就是戒 戒可以讓你讀過三二道 定可以讓你靈異 慧可以讓你出解脫 出三界 基本上就是這三個層次 那時候有了正確的見定 親近的行為 自然 身安心安 可以進修去正 就是往哪裡去 往出三界去 往解脫去 我們常常講 向善 向善 向解脫 向善就是 你在善道 善道是什麼 人天道 人天的基礎 你就不在三二道 那再往善 這個是下界 往善就是色無色見 你就說對 那向解脫就出三界了 我們常常講 向善 向善 向解脫 其實就是這樣 好 那麼這要什麼 就是你要向解脫 要向善 向解脫 那必須要怎麼樣 要正確 正確的精進 正都是正確的 都是正確的 都是正確的 這個精進 那麼這個精進是 向善 向靈異 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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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解脫 也是一樣 就是你有那個趨向 你那個目標 往你的目標前進 那問題是 你的目標是什麼 有的人只是要生人天 就是五稱共煌 人稱天稱 有的人只是下輩子想要 好好的幸福美滿 有的人想要生天 有的人想要解脫 不一定 有的人想要成功 那麼不同的目標 就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有一些是 基本共的部分 都必須要的 所以這個稱為正經進 向善 向名義 向善的精進 這個是叫正經進 佛說正行為四正行 那這個四正行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沒有生起的惡法 要使他不生 那麼第二個以生的惡法 要斷除他 第三個沒有生的善法 要使他生起 第四個以生的善法 要令他增長廣大起來 好 那這四個 四個 基本上 我們可以這麼說 以生惡法 令訴犯 為生惡法 令不生 一般我們是這麼說 老四就是白話 好 四正經 寶寶 對身的惡法 練訴斷 未生的恶法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烦恼 以生的烦恼没有数冠 未生的烦恼越不深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 就是修行第一个 你要处理你现有的烦恼 现有的问题 要预防未来将有的问题 就是这样 你要控制你的烦恼 要调伏你的烦恼 还要贯除你的烦恼 要预防你的烦恼 预防这些问题不会再有 已经有的问题除了 预防它下次再来 别人有的问题 现在我没有 我预防会发生在我身上 看到别人家进贼 你就知道 虽然不是进你家 你知道怎么样 我家有可能进贼 贼是从哪里进去的 我要把那个封住 从那个窗进去的 我家的铁都把它封住 那你家进贼 进了贼损失 那你要是探导员贼 贼是从哪里进来的 你要怎么办法解决 让下次它不会再进贼 类似像这样 所以都是解决现有的问题 解决已有的问题 预防未有的问题 不是这样 佛法就是解决问题 讲到究竟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 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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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现前的 就是 就是 讲到比较近一点的 就是解决现前的问题 讲到远一点的 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样 未射热法律不生 然后之外 这个就是诸恶莫座 重上奉行 很简单 很简单 那当然 这个二跟上 然后以身上法 以身的上法 另真管 卫生的上法 念素身 这个以身 我们先来这样讲 以身的恶法 要从哪里知道 你要先知道 这个要佛法来讲 就是叫做 有贪之有贪 贪 烦恼就是恶乏 你要先理解 我有些什么烦恼 我都在什么状态下 会起什么烦恼 有多严重 就是 你要先理解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有吃之有吃 其实就是这样 有烦恼要知道 有烦恼 最麻烦的就是 有烦恼 你不知道 你在起烦恼 所以你就一直起 一直起 你不对 你还以为你也对 你错了 你还以为对 所以这个就麻烦 就没有办法改过来 你要有贪之有贪 所以这个阿安静女朋友 叫做 胃如死之 色胃如死之 即灭胃患瘾 他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胃患瘾 胃 胃 胃 这个是佛所说的 就是 你要 你先要知道 你有胃准贪爱 贪怨 有烦恼 就是烦恼 这个胃准贪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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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怨 贪怨 你要先知道 如死之 色胃如死之 就是你对于这样的境界 你起烦恼 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要如死之 你不知道就没办法 家里见了贼 你不知道 贼就一直偷 贼就一直偷 最麻烦的 你还认贼就 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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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汉都说 杀贼 你要杀贼 之前 前一步是负贼 保贼 皇贼 要负贼之前 第一个 你没有力量 贼又不是站在那边 你是贼 站着 那我绑 不可能 烦恼 你是烦恼 我要乖求你 你不要赶快走开 这些走台 没有 不是 所以他要有位置 你要有力量 你要增長你的力量 你要抓解之前 就是殺解之前要先抓解 抓解之前要先認識誰是賊 你都不認識誰是賊 你怎麼抓賊 所以基本上你要先斷煩惱之前要先扶煩惱 扶煩惱之前要去認識什麼事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管理會叫說你要先知道 胃如死之 就是你對於這些境界的持久 看來你自己知道 那知道你要 你怎麼離呢 你怎麼離呢 比如說你很喜歡吃那些垃圾食物 可是它就很好吃啊 你攤著那個你知道 可是這個吃久了就對你身體有影響 可是你就攤那個味道 那怎麼離呢 我也知道它不好 但是我就喜歡吃啊 這個很簡單 我就知道它不好 但是我就喜歡啊 我就克制不了啊 很多人也知道喝酒不好啊 也知道補薄不好啊 可是就是戒不掉啊 那戒不掉啊 可是一定要等到你住醫院了 受苦了 你才要戒嗎 不是啊 那怎麼辦 要施違他的過患 要不斷去觀想 要去做施違他的過患 要採取行動 要這樣子的 那從這裡來講 有胖子有胖 這是最主要的 以身的惡法 就是你身就是已經在你 臨陷的 就是你已經有煩惱 你知道你已經有煩惱 你如果這一種習慣性的煩惱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想方法 就是想方法要一步就去對峙它 你先要起這個心 我要對峙這個方法 所以你要 而且事故也此 你要怎麼樣 你要趕快對峙它 你不能夠好像沒有關係 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是 你怎麼知道你有什麼 你要觀察自己 這個要從觀察自己 哇 我有些什麼反應 在什麼時候 發生什麼事 遇見什麼人 要起什麼煩惱 煩惱有多種 嫉妒 怨恨 恐怖 不安 疑慮 就種種種種這些 凡是讓心有負面的 不安的 真心或是煩惱 甚至你很貪丹 那個也是煩惱 看起來是很歡喜的 可是那就是很貪丹 那個也是煩惱 一個東西吃了之後 念念不忘 一定要三天去吃一吃 不然很多受不了 你也是煩惱 吃了是很歡喜 但是你沒有吃你會痛苦 那個就是 吃的當下很歡喜 但是沒有吃你會痛苦 所以這一些你都要怎麼樣 盡量 因為這一些都會讓你的心漸漸的沒有辦法得解 所以你它那個鍋 它只有三一鍋 你它那個鍋 它那個一 它那個靈魂力 你現在是要求解脫的 如果你不求解脫 那也不用這麼這樣的 你還是要盡量 但不是說一定要這樣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這麼刻意 但是你不一定要這麼緊張 但是你要求解脫的 你必須要這樣做 以身的惡法 就是你有什麼煩惱 你要觀察自己 你要常常觀察自己 你會生氣你知道嗎? 你在什麼時候生氣? 對什麼人能不能生氣? 有沒有常常生氣? 有沒有常常起胎? 有沒有常常起承? 有沒有常常嫉妒? 有沒有怨恨? 那麼這一些 我沒有 以身啊 這個是已經發生在你身上的啊 你是不是千胎? 你是不是映射? 你是不是華宜心多? 爸爸在舊尾多的一些啊 那麼這一些 你要怎麼樣? 這個都是屬於煩惱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簡單講 都穿真實 那如果有很多觀念你不清楚 佛法你都不清楚 那也是你的煩惱 叫做無恥 無明 那你也必須要常常怎麼樣? 要趕快把它弄清楚 一樣的道理 以身的惡法 還不是屬於煩惱 那未身的惡法呢? 你怎麼知道 未身我都沒有 當然也說 你以前生過 現在沒有 但是從來都沒有 我都沒有這個壞習慣 我沒有這個不好 你也不曉得這個是煩惱 要從觀察別人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 你現在沒有 不代表你過未來沒有 你現在沒有這個煩惱 不代表你過未來沒有這個煩惱 所以你看見別人起了這個煩惱 原來這就是樂器動作 那你就要預防 你就要預防別人的煩惱 有一天會成為你的煩惱 有一天你也會 因為他現在有這個意願 那你現在 福報大沒有這個意願 所以你還不會起這個煩惱 可是你有可願煩惱 煩惱叫做聚夫煩惱 就是每個人的煩惱都是一樣的 只是輕重不同的而已 聚夫 就是聚足煩惱 你有的煩惱 我肯定給你 只是我沒有洩惱 我的因緣 我還沒有洩惱 那 我有的煩惱 你肯定給你 因為大家都有煩惱 沒有人斷了一條煩惱 沒有 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出火 出火斷三結 斷三條煩惱 少了三條煩惱 那其他的都不一樣 煩惱貪惱之道一一樣 俄國的貪惱之處是比較薄 它還是有 它不是沒有 貪 還有玉湯 涉湯 古涉湯 是貪什麼的問題 沒有那種沒有貪的 沒有貪的就正三條煩惱 沒有玉湯就正三條煩惱 如果沒有貪 那就正拉輪 沒有貪就正拉輪惱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煩惱 只是欠跟重的問題 你不可能沒有 只是沒有現前的問題 所以自己已經有的煩惱 要想辦法 趕快把它斷絕 自己沒有的煩惱 別人有 你要妨礙 你會起這個煩惱 要令不生 以身的善法 令爭亡 你已經有的善法 比如說 熱善好施 你大方 你不會跟人家計較 你這個精進 你發心 愛你種種 這些 你這樣不斷地走來 不斷地展現他 有些人因為熱善好施 喜歡幫助別人 結果幫助別人被人家誤會 或是反而幫助了十個人 有一個人怪他 他以後做過不幫助的人 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你這個善法 你要培養人主才有這個能力 才有這種自然而然行善的心 或慈悲的心 這一種心有時候要培養很久 好不容易培養起來 你要輕易放棄 一定要把它的 不但不放棄 而且要讓它增加廣大 增上廣大 這個就是你的能力 這個就是你的能力 那麼你們要小看一有善法 有些善法要修很久 單單 單單又不計較 你沒有修十秒都修不來了 我告訴你 好壞都不計較 單單一個對吃 對穿 那麼你不太計較 那麼這個都要修很久 我告訴你 你能夠寬恕別人 這個要修更久 你很大方 我告訴你 這個也要修很久 你要看小小的一個善法 小小的一個善法 你以為容易 我告訴你也不容易 沒有修很久 不修不來了 不修不來了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有沒有這種善法 你是修很久 修來的 你不要輕易放棄 這個就是你別人 修主 修復的地方 你要好好的保護他 好像保護你的善家寶一樣 那麼衛生的善法 就是你還沒有 你哪裡知道 從別人 這個人怎麼這麼大方 這個人怎麼這麼親近 這個人怎麼那麼恭敬 但那恭敬是你也要修很久 告訴你 那麼這個人怎麼這麼恭敬 那這些 你就說 我都沒有這樣大方 我都沒有這樣親近 我都對善寶寧這樣恭敬 我都沒有這樣 你就要學習 你要學習 衛生的善文 我希望 就是你看到別人這樣 你沒有 是好的 你就向他學習 他說多多少少 我也給他學習 學習這樣的恭敬 那麼這個基本上 包含了 包含了這個 以身的惡法 衛生的惡法 這個就是暴凡狼的部位 這個 以身的善法 衛生的善法 這個就是得解脫的部位 就是得戒定位 其實簡單講 不外因戒定位 善法裡面 不外因戒定位 惡法裡面 不外因戒定位 勤修 勤修戒定位 是因為戒定位 所以你必須透過觀察自己 瞭解自己 觀察別人 學習別人 得到這個事正確 這個其實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強處 每一個人也都有他的曲線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 也都有他的盲點 包括自己也是這樣 看到自己的盲點突破 看到自己的優點 不斷地拿 不斷地增善 看到別人的優點 學習 看到別人的盲點或缺點 自我警戒 就是這樣 這樣基本上 不外因戒定位 一切的善不外因戒定位 從解惡來講 一切的惡圖案攀稱之類 所以這個 基本上就是四種正確 好 那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就先走到 原本是八月正確 有四正確 後面正確 第三選 於三選 於三選 大家合掌一下 願於此功德 願於此功德 不及於切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國道 皆共成國道 好 好